你曾经当过刑警队长 破过了许多大案要案 是吧 我在警校的时候 学刑警 除了校门当刑警 当刑警也好 当刑警队长也好 都得破案 说得很轻松啊 其实事实上我估计 肯定不像你说这么轻松 要不人们怎么说 你是英雄呢 你是怎么评价自己 我这人呢 要说复杂 一时半会儿真说不清楚 要是简单的就一句话 我是警察 我们是警察 我曾经是个警察 就凭我是警察 我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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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是警察 我是警察 那我也是警察 那我也是警察 我是警察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没怎么办 发生了 没有 哎哎哎哎哎 你做时间你别挡天天后哭的 你天黑以后回家圆你怎么亲着怎么亲着 千万这个正好 田伯 哎呀呀 要孙总经理啊 怎么的 哎哎哎 刘芳 你好 你好 你好齐总 哎 下七年对了吧 主要想你啊 在那连吵架的人都没有了 我可没太功夫 不是我得上居住所的许长你们先落下 是啊 好行吧 姐了 待会我请他们吃饭 哎 好事啊 我说你们俩好好宰他一顿的 他可不是过去了 哈哈 你妈 你妈 你快坐 咱最近挺忙吧 还行 我听萧局说咱们抓着一个倒枪呢 怎么样啊在这休息啊 还行啊 那你还真行啊 你发这么大事还不失眠啊 怎么样 你打算一个人扛到底了 我自个干的 我不一个人扛着 什么好汉的 你看看你个破本公司都快垮了 你哪有实力做这么大买卖 你说吧 总公司给你投多少钱 总公司不知道 我自个干的 我告诉你 你别指望别人来救你 谁也保不了你 你放在我手里做你倒霉 在我等你两天啊 啊 看看谁来救你啊 你要想明白了 你给我打个招呼 听见没有 我看你在家还挺好啊 胖多 你接他睡 团体不失联 你说你是专业爱好足球 这是说 你对足球特别精通 我这个专业啊 不能跟精通挂钩 我这个专业爱好啊 是跟我干刑警这个专业挂钩 足球能跟刑警联系在一起啊 能啊 当然能啊 你看踢足球是不是两个队 对 大家说啊 一个队是刑警 一个队是罪犯 是不得拼得强吗 啊 拼意志 拼体力 完了你这两个队还没搞战术啊 是不是啊 那就得拼智力 拼水平 谁也不想让 谁也不想输 你说是不是像 刑警和罪犯这种关系一样 啊 所以有时候我在在家里看足球 看到半夜我在哪困着 我第二天就睡懒觉 完了有人问我 我说咱们的啊 你懂什么啊 你不知道我昨晚工作了一夜吗 哈哈哈哈 照你这样说 不光足球 很多竞技体育 都跟刑警能够挂上钩 对啊 我说你总算明白了 我告诉你这个道理 我轻易不跟别人说 哈哈哈哈 齐总 昨天 你这枪案破的不错嘛 挺成功的 是新来那个副队长打的前站 就是你忘了 叫徐鹏那个人 我认识 哎 这人刚来的时候 大家伙对他印象都不怎么样 不过前两天跟嫌疑人谈谈 还挺机灵的 跟齐队配合的 还挺不错的 是 孙队 不过大家 还是挺想你的 齐队那天还说呢 原来你在的时候 好多侦破方案 都是你制定的 你这一走啊 他就再也不能偷懒了 我觉得 这嫌疑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搞房地产开发的 那个于飞和李小芳的关系密切吗 那当然了 他们是合作伙伴吗 我是说 除了合作的关系以外 比如说他们的私交 深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无话不谈 还这么说吧 他是不是他的心腹啊 这个 怎么说呢 于飞也就是挂靠的李小芳公司的 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 偶尔有一些项目的合作 其实于飞那公司没什么实力 也没做什么 还不是经常跟在李小芳后面 吃吃喝喝 至于他们交情深到哪一步 还真说不准 这回可是大丰收了 好像尝尝了 那审了吗 那个那什么 我可都是点的我自己喜欢吃的菜啊 我请客 当然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那启东没点啊 我喜欢吃的 他都喜欢吃 是吧启东 是是 他点什么菜 那审了吗 什么闪了 那个倒枪了 闪了 这人啊 是李小芳公司的下属 齐铁说了 他的直觉告诉他 枪案跟李小芳肯定有关系 是这么说的 那他交代了吗 没说呢 还挺坚强的 对还挺着的 齐铁说了 他扛不了多久了 马上就快了 来倒点茶 那你说 李小芳会不会参与这些枪案呢 李小芳做过一些不凡的事 不过这枪案啊 糊了 姐啊 以后到公司多留个心眼啊 怎么了 想要当间谍啊 我是让你多留个心眼啊 吃饭吧 小芳 今天爸爸做的菜好吃吗 啊 腿别拳着 告诉你啊 你尽管是出了院 但是呢 这条腿没有好利索 得在家好好养一养 听见吗 不能到处乱跑 要不然会留下后遗症的 你啊 你在家好好养着 你要什么东西 妈妈去给你过来 你看看 我在医院住了那么多天 闷闹闷死了 回到这又是我一个人 我出去干嘛 想闷死我呀 不是不让你出去 叫你不要经常往外跑 啊 那个 跟着你小方啊 还是少来往一些啊 怎么了 没这个必要吗 什么叫没必要啊 你的腿不是被他打伤了吗 你被劫持了也是因为他 这种人呢 还是人离他远一点好 要不然 他还会出什么事呢 不是你说的 他是屋上的我吗 嗯 我被劫持的时候 人家也挺身而出了 为什么还要离他远一点 以后 以后能有什么事 哎 小妮 你爸的意思啊 是说让你跟那个小方 交往不要太深 哎 哎 我们对他们 毕竟不太了解嘛 听见了 那是你们对他不了解 但我了解 不错 他打伤了我 那是无意的 在废墟的时候 那他真心诚意的保护了我 何况人家也向我道了歉 我住院的时候 人家也偿往医院跑 我接受他的道歉 也接受他为我做的一切 哎 哎 这是我自己的事 希望你们不要干什么 哎 小妮 小妮 哎 你 你等我干什么呀 小妮 小妮 有一点你是要相信的 爸爸肯定是为你好 同理小方叫朋友可以 啊 但是不能往深处走楼 啊 这种菜啊 真好吃 我送你们回去吧 哎 不用了 我去我妈呢 就在这钱呢 那好 我送启东回去 行 再见 哎 再见 走吧 启东 嗯 你们俩现在怎么样 我总觉得这我配不上 说什么呢 我觉得你们挺般配的 上车 启东 嗯 今儿情绪不太好啊 全都赔了 什么 股票啊 嗯 哎 你买的不是长期股吗 你紧张什么 这不是前段时间 我琢磨着想跟六方把婚事办了 嗯 就管同学借了钱 再加上我原来的股票 都买了现在这个新股 可没想到一下全都套进去了 人家着急要钱 我一时又还不上 这阵子 我这头都大了 嗯 刘芳不知道我炒股 你说我哪敢跟他说呀 唉 我这是何苦呢 明知道他嫁给谁都比跟我强 可我就是爱他 刘芳知道你这样爱他还不高兴死 你呀 借钱找别人干什么 想借钱找我 说吧 有多少 孙队 别叫孙队 我现在是孙老板 对 十老板 那多少 十万 嗯 那明天到我那去哪 孙队 你可是帮了我呢 你除了吗 来 这个队 你不是什么 他说了啊 我才不可能 大哥 怎么叫我到这儿来 怎么 情况不好 于飞还没说 但时间不会太长 骑铁绕不过它 也不会放过你 没想到这个城市的夜晚这么安静 安静吗 那是因为有海水的事吗 有道理 正是因为有了那么一丝的不安静 所以才选择格外的安静 就像有些人做好事一样 如果没有一点瑕疵的话 就很难称其为好一样 我现在不在想什么好事坏事了 说吧 到底怎么办 我这两天 读了二月和的小说 什么康熙大帝 雍正皇帝 乾隆皇帝 我发现这些 能成就大事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忍常人所不能忍 为常人所不能为 哪怕是杀其灭子也在所不惜 这些事物 让我读出了一句话 那就是 要奋斗 就会有牺牲 你少跟我咬文绝字 跟我谈学文 你还嫩了点 说吧 有什么坏主意 我要他永远闭上他的嘴 不行 那绝对不行 没别的办法 大哥 这是唯一的 也是一劳永逸的办法 谁一劳永逸 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千万不要等到 手铐带到你手上的时候 你才明白 懂吗 那你说怎么办 我可以把他弄出来 你去和他谈 许诺也行 稍稍的威胁他也行 但是不能见邪 好吧 来死了 来人了 来人 还是警察 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警察两个字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 我先走了 边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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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走 到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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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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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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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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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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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